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孝为基础 都是奠定在孝道的基础上 佛法也是以孝为基础 你看金叶三福 这最高指导原则 第一句孝阳父 奉仕司长 慈仙不杀就是善意 孝亲尊师 这是中国古神自古以来 特别推崇的 佛法也是孝亲尊师 佛给我们指出一条修行的道路 观经上讲的那是基本的原则 不管你学哪一种 不管你学哪一个法门 你决定不能违逼 就是三福 三世祝福 敬业振音 那个三条 基本预备的功夫 你们有这个三条 你依照佛这个方法 学不成功 就好像盖大楼 那个三条是打地基 打基础 后来所跟你讲的 这是建高楼大厦 你们有根基 那谈什么 基础里面 第一个 孝阳疯 疯似 所以佛法是建立在 孝亲尊师的基础上 不孝亲 决定不会尊师 孝亲是第一个条件 真正知道父母的恩德 为孝亲 会报恩 这个人就 真正知道 师长的恩德 能够尊师 懂道 这个人就 知道父母师长的恩德 父母师长对我的爱护 你能够体会到 这个人就 他只要一揪 报恩的心就生起来 上报四重门 下几人不苦 这就是大菩提心 从哪里生的 从真的生的 我们修学大臣 修学净土 求愿往生 要记住 往生基本的条件 是三福 你要晓得 信愿行三自粮 是建立在三福的基础上 没有三福 哪有三自粮 三福第一个 教养父母 奉仕四四张 慈心不杀 修师善业 你有没有知道 决心奉行 这个四句 不难 我们的心愿行 从这个地方建立 这一生当中 才能决定 我身 所以诸位 一定要记住 没有一尊佛菩萨 不孝生父 没有一尊佛菩萨 不奉仕四张 我们一生的成就 这两个人 对我们的恩德 最大了 佛法的教训 最高的目的 是教育 成佛成佛菩萨 根基 就是在 孝心 所以非常非常重要 父母对我们 养于之能 老师对我们 有欺乏之能 佛家所讲的 法身会议 得自于老师 所以老师的恩德 这些父母是相待 是相同 教养父母 正是父长 私心不杀 修是善意 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做 假如没有认真去做 你所学的佛法 完全落空 正然一天念 十万声佛号 也不能忘记 这是诸位 一定要记得 为什么呢 三世诸佛 都是以这个为修行的基础 你有没有基础 那怎么可以啊 没有一阵佛 不孝顺父母 没有一阵菩萨 不孝顺父母 学佛从哪里学起 从孝顺父母学起 十多念佛人 疏忽了这种事情 所以念佛念了一辈子 不能往生 凡是能往生的 这个基本条件 他一定做到 他知道孝顺父母 他知道尊敬慈禅 尊慈忠道 兄弟慈悲 一定能够持无戒 修持善 这样的人 诚恶诚恶 我们看到 经典里面 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佛经 阿弥陀经 佛都常讲的 善男子善女 如果三佛这一条 都做不到 那就不是善男子善女 念佛往生 是要善男子善女 那个善的标准 就是这四句 非常非常重要 决定不能俗 如果我们对生当中 真正想 分析完结果之间 你就不能够俗 你一定要认真 录虑去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